长厨 今天我们学做一道经典美味 酱牛肉 首先我们要把洗干净的牛肉 用牙签扎小孔 方便入味 接着加入适量的盐 姜片 葱段 八角 桂皮 丁香 干草 料酒 腌渍牛肉 使其去腥 提鲜 入味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 在热锅中加入两勺油 两勺糖 大火炒至融化 转小火炒至净棕红色 加入少许清水 使食物更好上色 在热锅中加入食用油烧热 放入姜片 八角 桂皮 桂皮 冰香 干草 炒出香味 用于去除牛肉腥味 在锅中放入甜面酱 加入适量清水 少许盐 料酒 煮出酱汁 在煮牛肉 在煮牛肉的锅里放入竹帘 防止粘锅 将煮好的酱汁倒进锅中 再放入腌制好的牛肉 倒入调好的糖色汁 盖上锅盖 烧开后 转小火 煮约30分钟 将煮好的牛肉捞出放凉 静置20分钟左右 牛肉放凉 切片的时候 还不易碎哦 20分钟之后 我们把放凉的牛肉 切成片 放入盘中 最后淋上调好的卤汁 放上香菜装饰就可以了 酱牛肉 你学会了吗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掌厨